歡迎收看牛舌頻道 我們進來看貓咪還要吃吃到飽 這家是網友推薦的 對 一個女網友私訊我們 也謝謝她啦 這間呢 她做火鍋吃到飽 吃飽之後還可以跟貓咪互動 如果你有能力 有愛心的 也可以符合她的要求的話 可以養貓咪 很特別 對 人吃東西又能看貓 那我們馬上進去吃吃看囉 走吧 好 我最喜歡貓咪的 好 我們進來了 我剛剛看他們外面要挑戰大胃王的是不是 他們有辦活動了 披薩的 專門在拍大胃王的 我跟他們說 我沒那麼會吃啦 我今天煮狗日想要拍吃到飽 吃飽之後 想要跟貓玩 再跟貓玩 所以我們先拍周邊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熟食區 欸 披薩怎麼不見啦 剛剛拿去補了 沒有錯 上去補貨囉 銷貨銷得很快啊 這是沙拉 旁邊也有醬 對 這是胡麻醬 還有熟食 四塊蛤蜊還有 意大利麵 三杯雞 白飯 還有咖哩雞 我們來看一下 有胡蘿蔔 還有雞肉 味道還蠻香的 還有一米黃湯 鹹魚撈去 調味料區 紅豆子米 又是甜湯 這裡是咖啡區啦 它還是用鮮滷喔 顏料機 最近跟北海道很有緣 對 它冰淇淋是北海道的 這是火鍋生鮮區啊 下面是肉 一樣是火鍋料 有蝦子耶 下面還有蝦子喔 還有蛤蜊 蛤蜊還蠻大的 這個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好像是甜點耶 手做甜點是不是啊 巧克力嗎 也有可能喔 對啦 因為上面旁邊那是甜點 對啊對啊對啊 應該是甜點 好啦 下面是生菜 還有王子麵等等 甜點 我發現他們的食物雖然比較簡易一點點 但是該有的都有 因為這邊的主軸是浪愛嘛 它是流浪貓的 食物也是有的 所以來這邊看貓貓 養貓貓 員貓貓 冷貓貓 整體性啦 對 那我們馬上開吃吧 看著吸咧 看味方沒有 看汐貓貓 那麼大家補充一下 這邊的價格呢 民主吃住住 faith的話是260 升級火鍋吃到飽 360 不加服務費 另外湯頭的話額外加價 沒有錯 這邊的東西該有的其實都有 價錢我也覺得合算 合理的啊 合理啊 而且重點是這邊的貓貓含氣也不錯 我看到貓咖啡是一盤一盤很多分 不是全部用到一個耶 我覺得還不錯耶 所以貓咪的部分我們第二part給大家看 等吃完再吃 這隻豬爸的啊 對 沒有這是貓咪的 乾糧的 對 這個是乾糧 一個20塊 可以想要去餵貓貓的 可以再去台北 對 不講什麼差點這樣 沒有 放濃湯的啊 這個像不像放濃湯的 你倒在那個濃湯上面 還是都沙拉的 有沒有有這樣 那裡面有放的地方 它的貓咪跟吃飯的地方是滾開的 對 對他們來講這樣子比較安全 我們就接著吃東西囉 接吃沙拉 那沙拉也把你的配料裡面也配好了 你只要加醬就好了 好 沙拉吃好了 我要吃個披薩 它剛剛烤出來的喔 它口味有分兩種 一個是素的 奶蛋素 另外一個的話 這個好像是像馬格力特那種 它這披薩的料可能沒到很多 但是真的蠻好吃的 披薩最怕那種硬又乾柴那種 那種料再多我也不喜歡 我覺得這整體上我覺得很好吃喔 嗯 這個是鳳梨口味 至少還吃得到現場 嗯 它其實真的蠻乾淨的 對啊 而且我們平日來 價錢還打折 兩人同行 一人打半價 哇 它省下來了 也可以拿去買貓的那個啊 餵他們啊 對 餵他們 餵他們 好了我們來吃店二盤熟食 這個三杯雞啊 是我另外放進來的 這是它的麵滿好吃的 會煮喔 我剛剛是 把印大利麵配那個絲瓜 喔很大 中西合併耶 這個剛剛去 最近那個製作法啊 他們中西那樣會換 真的嗎 他們現在必須來的是 辛雞口味 然後一大利麵也變成 紅醬子 我們看一下這個三杯雞 以這個價位來講 我會把它加不少分 你又不是菜啊 鮮東鮮西 硬要臭 也是啊 繞回來啦 有意思說以這個價錢來講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吃 為什麼會天下好吃嗎 可能不見得 但是如果你以這個價錢 而且它還是有幫忙做上次的 對 這個好吃度啊 我覺得是好吃的 好那我們來吃紅醬義大利麵 它的料雖然沒有在很多 但是有意思說以這個 煮的那個味道調的還不錯 味道都有到味 還有加九層塔 還有香腸 還有香腸 來 現做的棒棒腿喔 都還在冒煙 真的 來吃一個吃一個 對 蠻香的喔 好燙的 好燙的 現做的 欸 好吃欸 它很像有醃那個咖哩粉 是不是啊 仔細吃 又多加一點香料的味道 我原本只是想說來這邊 看看貓咪啊 吃東西加一點吃一下 可是 差一點還不錯吃 旁邊還有搖滾區喔 它是靠貓咪牆的 它貓咪也有會跟人玩喔 對 因為人在那邊吃東西嘛 阿媽咪會跳起來做 那人類還蠻好笑的 我剛剛有問店員 請問一下你們的熟食都自己做了嗎 他說對 他說呢 他的那個雞腿也是自己醃的 難怪味道比較不一樣 真的 好那我們來吃火鍋吧 好我們先拿來用海鮮當基底 好我們先拿來用海鮮當基底 好了我們海鮮好啦 捨立還蠻大的 吃吃看 先吃蝦子好了 一樣去頭去尾 嗯 它蝦子也是蠻新鮮的 可是脆的 嗯 過癮啦 然後我們吃到海鮮 再來煮個肉 它肉的話就是煮一般 很香耶 肉在煮的同時吃個咖哩飯 咖哩飯我剛剛用吻的就覺得不錯 吃吃看 嗯 味道也到味阿 像人家說重咖哩的話它不是 但是味道是有的 蠻香的 嗯 嗯 口色是雞丁 如果你鹹肉加不夠 你可以加點牛肉 就是咖哩牛肉 就是咖哩牛肉 嗯 嗯 這樣就咖哩牛啦 呵呵 我們來第二個熟食 牛奶 嗯 玉米紅湯 它味道不重 那種奶香味的那種玉米紅湯 好啦 那我把這一湯吃一吃 再吃個甜點做收吻 再看貓咪 喔吃飽了 我們吃飽 它還在補新菜策 它那個雞腿很多汁耶 很香喔 很香喔 這個巧克力的還不錯 嗯 它甜甜還有這個 它應該是布朗的 給大家看這塊 看巧克力 看巧克力 長這樣子 嗯 好可以 它有點苦苦的 大概是九十幾趴那種 它美到很甜 嗯 那我們來做個火鍋的這一趴的結尾 我覺得這邊啊 該有的都有 甚至啊 剛剛有一群人 八個人以上 來這邊單純用餐 不是看貓咪的 你就知道他們的餐點 吸引到別人 對啊 就是除了看貓之外 也可以在這邊吃東西的 東西好吃啊 而且價格又 我覺得很合理 這邊還有一個光場計畫 就是要讓你洗衣服 不要沉太多 要吃乾淨 愛惜食物啊 要有愛心 好不好 講到愛心 我們來看一下貓咪 走吧 好我們來看貓吧 他說呢 口罩要戴不戴就可以 裡面會有洗手消毒 對 沒有錯 走吧 是在裡面嗎 沒有啊 OK 原本要有隻貓 是有隻貓 小心他想丟出來喔 他想想丟出來 欸欸欸欸 欸他丟出來 他跑出來 老闆說的是正常的 那隻貓是比較老鳥了 所以他出來是習性 所以他們等一下他自己會回去 好那我再進去 OKOK 這隻也會喔 這隻好像也是要出來 他等一下就出來 他等一下就出來了 這怎麼辦 好啦我再進去 這隻好乖喔 這隻好乖喔 欸真的 終於可以進去了 欸欸好可愛喔 欸 先不要亂出門啊 欸他裡面完全不會臭 對啊有味道 欸 這邊要脫鞋子 啊我剛剛抱那隻貓 是怕牠跑出去啊 牠們跑出去其實也很安全 因為外面也是牠們的地盤 這邊可以洗手 對 你也可以用酒精消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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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大概一兩個月喔 對啊 你比你的手一直那麼小 嗯 呵呵 剛剛食料都翻滾了 要做夢 這隻還想吃欸 他就真的你他來了 哥哥我還要啊 來 看他蠻敏捷的 媽媽上來這邊 來 方向西哥哥 你該不會直接過來吧 來 感覺會喔 哇靠 帥呆了 帥呆了 真的有一套 好啦 給他起來 上面有一套 欸 我不吃 欸 可不要吧 蛤 欸咻 你剛剛很厲害 給你獎勵 我們遇到老闆了 我們來反問一下 老闆你為什麼會想要開這家店呢 因為我是做流浪動物研究的 所以就是發覺就是流浪貓的問題事實上是蠻嚴重的 對 所以就想嘗試建立一個架構 來去解決流浪貓一隻越來越多的問題 然後我們這個架構的概念就是 我們一直不斷地去吸納街貓 然後把它轉化成親人的家貓 從這個隔離區先做親訓 然後再到那個開放地區做社會化 因為每一隻貓咪它如果被領養的時候 它是被陌生人帶到陌生環境 對 所以它很多人在領養之後 那個貓會變得不親人 然後它就會變成養飼養的壓力 就可能造成又再棄養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透過社會化來解決 我們這個空間你會發現它很多的人 就會一直不斷地每天有不同的人來跟貓互動 所以這些貓就會很習慣陌生人 難怪剛剛變成親人也不會有攻擊性都很乖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 它被一個陌生人領養回去的情況下 它雖然對環境是陌生 但是它適應人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跟人產生情感的連結 當侍主領養人跟這個貓很快的產生情感連結 它的氣養意圖是最低的 了解 對 要自根啦 就是要連結性 我們就是怎麼樣讓領養人領養貓回去之後 第一符合它自己本身的期望 第二 它又不會造成氣養的問題 再增加流氧動物 我們把它從街上撈進來做親訓社會化 就是不要讓它再回到街上 了解 那老闆你們這家店開了多久 11個月 11個月 剛剛我們互動聊天的過程中 你說以目前來講你是每個月是 虧損的 老闆是不是超有愛心的 對啊 目前虧損大概一個月20到30 因為這邊的動物都是沒有鎮堡嘛 都自費的 動物自費的 對啊 聽起來老闆就死了 完全就是一個靠愛心在做這件事的 對 沒有 靠愛心跟燃燒自己的財產 如果生意好應該也會幫助你吧 如果生意好一點的話 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1到5基本上都是虧損的 只有6日不虧損 那有興趣的朋友 愛貓的 會想吃東西的都可以在那邊幫忙一下 對對可以 那你們是不是有接受就是那種 可以捐飼料那種嗎 我們事實上我們已經成立協會了 我們是一個通過內政部的合格 成立了一個 爛愛有家中主貿貓協會 那我們就是希望就是 從幾個方向 就是持續的抓渣 然後我們想要設立定檢的結紮站 因為很多未養人他會不結紮的原因是因為他沒有資金去結紮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未來提供這樣的架構 讓他可以一直不斷的只要有貓抓來 我們就讓他結紮 費用由我們來吸收 這樣的情況下 就可以讓他們加快結紮的速度 就是從結紮就是結紮很多隻貓咪 那流量都多了 那請問一下那個領養的話需要什麼條件 領養的話依照法律的規定就是年滿20 雖然現在已經降下來18歲了 但是我們還是20歲 那但是你一定要先來跟貓咪互動至少兩次 因為你互動過之後 你才知道這個貓的個性行為是不是符合你心中的期望 不要只看外表去領養貓 你要看這個個性跟行為你喜不喜歡 確定OK了之後我們會跟你面談 我會告訴你養貓的困擾有哪些 你要能夠接受 你如果不能接受的情況下 只要有一點點覺得不OK 那建議不要領養來玩貓就好了 了解 玩貓也是一種方法 對 領養下去之後 因為我們領養是當天就打停電 所以你就開始要附在所有的法律責任 信徒責任 就不能棄養 在法律的認知上面 你經便轉移就是屬於棄養 了解 好那我知道了 謝謝老闆 謝謝謝謝 東西很好吃 謝謝 阿友訓的朋友真的可以來這邊吃一下 我覺得真的好吃 感謝老闆 阿蘭如果真的有愛心有能力的 你可以領養一下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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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tum yeah 那 OK 你看 這裡有火鍋吃 又可以�UE貓 可以做三次 如果整合過的話就可以來領養貓 阿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這邊吃吃看摸摸貓 要認識它們 如果有愛心的符合資格的就可以領養 好 那我們影片這樣結束 爽就訂閱吃個心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不爽啦 不爽就看一遍啦 看到爽為止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 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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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爍 鼓 跟